又见面了,小胖蹲 你好,鱼哥哥 鱼哥哥,我今天穿了这个鞋子 这个裙子,还戴着这个五手的 林志青顺着阿宝的胖抓抓看过去 只见阿宝的鞋子上绣着一条胖乎乎的鱼 裙子上也是鱼 就连五手的上面都是绣着鱼的 他还叫自己鱼哥哥 他们俩也并不熟啊 要不是爷爷提前交代 要对赵家的人合颜悦色 他此时都忍不住上前 捅这个胖蹲理论了 阿宝啊 你不是还给这个哥哥带了礼物 拿出来看看 鱼哥哥,这是我给你带的礼物 吃一条有鲍鱼 多好吃啦 林志青皱眉,嘴里嚷嚷着 鬼女子与小人 说到一半 一道很有威慑力的目光 从旁边压了过来 一看是王春娘 林志青一句话都不敢说了 鱼哥哥,我爹爹都教我 你越害怕什么,就要面对什么 逃避是没用的 我不喜欢上学 可我现在天天去上学 这就是面对 对吧,爹爹 阿宝嘚啡嘚的说着 赵恒夫妻俩也不阻止 甚至就连林丞相也不阻止 只不过小孩子的注意力 很是分散,不容易集中 阿宝嘚啡嘚了一会儿 视线就被林丞相的眼睛给吸引了过去 鱼哥爷爷,你的眼睛好亮啊 哈哈哈哈,这孩子说话真是甚合我意 赵将军,王将军,可否进一步谈谈啊 赵轩,我要找你比试 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厉害 哎呦,去吧 偏听理 今日你我比试 倘若我赢了 你得让你妹妹别喊我鱼哥哥 也不准穿那些带鱼的东西来见我 自然 我带阿宝答应你 啊,你肯定比不过我哥哥的 我哥哥可厉害了 我哥哥能学一摆车 不像你,连个鱼都怕 林志青刚要回击 阿宝自己已经掏出了肉干 开始啃了起来 说吧,今日找我们夫妻来 到底所为何事 老夫就知道赵对人了 哎呀,也知道 我这个丞相没什么实权 我们林家从我这辈翻身 没有丝毫底蕴可言 难得我这个孙儿读书极好 只是他性格太过自负 且被他爹娘影响得骄傲自大 在丽山书院其实树敌无数 所以我今日请你们来 是想让你们家孩子杀杀他的锐气 倘若他这样继续下去 日后林家势必要倒下 哎呀,我只会干点偷鸡倒把的事 也没多大本事 只能麻烦你们了 二位将军 看在老夫当年没有落井下石的份上 可否帮忙一下 林丞相说完以后 就朝着两人许诺道 爸,今日以后 我会捐五万两白银 给破山书院 赵恒夫妻俩还没有说话呢 前院已经传来了阿宝 嗷嗷的大动静 估计已经开始了 丞相莫要忘了自己刚才的承诺 至于孩子们今日所作所为 也请不要放在心上 林丞相忙不迭地点头 偏听 林志青同赵轩的比试 赵轩赢了 我哥哥太厉害了 怎么会 你不是自想 长在乡野吗 你们身上所穿的是什么布料 与我相比如何 你哥哥你管得真多啊 我身上所穿 乃是江南绣方定做 一年只定做十套 其中三套 都被我们林府所买 我娘一套 剩下两套 都为我所有 你说的是琳琅绣房吧 好若是的话 剩下的旗件都穿在阿宝的身上 阿宝 给你鱼哥哥瞧瞧你身上这件 阿宝听懂了 唐敦敦快速地站到了阳光下 在阳光的反射下 阿宝袖子上的金线都闪闪发光 我 我爷爷是丞相 你们赵家 你们赵家 如今并无一官半职 那我们确实比不过 毕竟我爷爷就是个普通的老头 我爹娘也很普通 比官职 我们确实比不了 阿宝似懂 阿宝 阿宝也是普通的小孩 大孩 并没有很开心 怎么办 林志青往后退了两步 弹坐在椅子上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毕竟对上这赵家的兄妹俩 他是啥都比不过 哎呀 志青 你坐着成什么样子 看看赵家的孩子们 果真是让人开了眼气 爷爷 我要去破山书院 你要去破山书院 是 我要去破山书院 我不认为我会比赵轩差 只能是这破山书院的夫子 要比立山书院的夫子厉害 这 爷爷尽力去办 你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林志青无精打采地点了点头 今日准备了饭菜 孩子们打起精神来 我一定会赢过你的 鱼哥哥 我爹爹说了 人不能跟别人比较 要跟自己比 就好像阿宝 只要现在的阿宝 比过去的阿宝多认识一些字 那就很厉害了 你爹到底说了多少话 林丞相做事情 当真是圆滑得很 就连跟小孩子们吃饭也是一样 饭间阿宝一直在埋头干饭 当时赵轩 时不时地回答几个林丞相的问题 你爹娘不给你饭吃吗 竟然饥饿至此 阿宝听见这一动静 抬头看了看林志青 他直接扯了扯自己金光闪闪的衣服 姐姐说过了 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不能多说话 不礼貌 林志青被阿宝那金光闪闪的裙子一闪 气得坐在一边说不出话来 赵将军 你们夫妻俩真是会教育孩子 看看阿萱 比我们家志青大不了多少 竟然如此的优秀 当真是后生可畏呀 林丞相的好话跟不要钱一样 朝着赵衡夫妻俩说着 赵衡的视线瞥了一眼 正在干饭的蓬吞吞 他笑了一声 没说什么 爷爷 倘若我爹娘如同赵将军他们一般 说不定我会比赵轩优秀 哎 完蛋 看来找赵衡一家来做客的目的 还是没达成 这孩子 从来不会往自己的身上找原因 错的都是别人 赵轩为什么比他优秀 因为赵轩有个好爹娘 林丞相这么一想 林志青说的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他一时之间也有些迷茫了 于哥哥 你爹爹娘亲对你不好吗 对我挺好的 但是我爹娘从来不跟我一起 他们俩忙着舔呢 到处舔 是不是爷爷 林丞相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我知道 书院的人都是我爷爷的位置 也是舔上来的 所以我才没比过赵轩 哎 你这个孩子呀 凡事从来不找自己的原因 于哥哥 我爹爹也是这样教我的 阿宝没错 旁人不喜欢阿宝 是他们不好 你爹竟然也是这样教你的 是我 阿宝啊 我们府上的蛋炒饭也很好吃 你要不要来一点 您爷爷 我吃饱了 吃太多就不好了 不能吃撑 要不然会吐的 从林府离开的时候 阿宝想要骑马 王冲娘便一手抱着阿宝 一手握着缰绳 骑马离开了 说说吧 你觉得这位林丞相如何 哎 算了算了 还是晚饭是再说吧 阿宝那个蠢蛋也应该听一听 要不然呢 只惦记人家那蛋炒饭 赵轩点头 显然是赞同爹的说法 张甫 爹 我今天在宫门口归了一天了 你就带我去赵家跑一趟吧 你们说 我不配当孩子爹 我总得去学学吧 张叔叔 你又变成我干爷爷的儿子了吗 张将军吱吱呜呜的说不出话来 阿宝 你觉得今天那个林丞相怎么样 饭饭好吃 爹是问你他人怎么样 他长得像老鼠 哎 阿萱呢 目的性很强 比较势力 一直跟我说话 阿宝说话就打断或者绕开 笑面我 能照顾到每个人的情绪 应当是个心机深沉之人 你们说林丞相 林丞相心机深 林丞相不就是个草包吗 靠着拍马屁走到那个位置 我最不懈的就是这种人 你是真蠢 单纯的拍马屁 能走到那么高的位置 张将军看看张尚书 又看看赵恒 大家看自己的眼神 就跟看傻子一样 迫不得已 张将军只得朝着一边的阿宝 看了过去 阿宝默默地挪了挪自己的小屁股 挪什么 爹爹说 温会传染 我 我怕跟张叔叔一样 爹 你看啊 他们在家就是这样教育孩子 你让我跟他们学什么呀 张上书没有答话 从今晚起 我要跟你坐在一起 啊 啊 我倒要看看你是如何教育孩子 哎 等等等等 学费五百两 为期三天 啊 出乎意料的 赵恒并没有拒绝 反而还主动开了口谈条件 只是这五百两对于张将军来说 无异于登天 张兄 你在外多年 竟然没有积蓄吗 我哪有什么钱呢 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 他们上有老下有小 我 张叔叔 你到底是不是干爷爷的儿子啊 上有老下有小 不是指我爹爹这种吗 刘父子说 我爹爹不容易 要养好几个老头 还要养小孩 张叔叔不是跟我爹爹一样吗 就是 就是小养了两个老头 你们是饱汉不知恶汉鸡 我手里哪能攒些钱啊 甚至 他还得跟张尚书要银子过生活 可是我娘亲跟我说 一个人如果穷的话 就要先管好自己 如果有钱的话 就应该帮助其他的人 穷则独善起身 达则奸济天下 一个娃娃都知道的道理 你竟然看不清 你有没有去追究过 那些需要你帮助的兄弟 有几个真的需要帮助的 他们其中大多 是上面派来的探子 我们张家 只要我还活着 就不会允许张家 铺一个有能耐的武将 要不然 张家岂不是数大招风 你在宫门口跪了那么久 皇上是个什么人 你还不清楚 爹 皇上还没见我呢 明日我继续去跪 起一个时间 来赵父学妻如何当天 阿宝那么点头发 扎个发际就行 赵红你在干啥 赵红给阿宝扎了两个小啾啾 又将旁边两个珍珠发饰 给阿宝搭到了脑袋上 行了 洗手 去吃饭 阿宝吵着张将军做了一个鬼脸 就迷迷糊糊地去洗爪爪 阿宝 今天书院是不是小考 你要是考得还行 爷爷奶奶带你去清河街玩 爷爷 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小考啊 我都没有告诉过你们 咱家就你一个上小学堂的 爷爷知道 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 哼 烤不好的话 你爹已经跟你干爷爷说好了 到时候去张府补习 院里的饭都不香了 爷爷 什么叫烤好啊 必须是夹豆吗 老药王想了想 朝着赵红问道 阿宝上次小考是不是乙啊 其他就是乙 文字克是饼 那不知道是谁的口水 糊住了试卷得了个饼呢 阿宝大气都不敢喘 烤好就是 比上次好就可以了 不必是假 晚上我们去接你 做你最爱吃的肉丸子 阿宝这才放心地吃饭 而一旁的张将军陷入了沉思 这个阿宝 赵家没有一个人当甩手掌柜 赵恒那么凶狠的一个人 竟然还给他闺女扎头发 而且 他们能清除气的孩子 上次小考考多少 张将军在想想自己 似乎对大鸭二鸭爱吃什么 都一无所知 爷爷 你们今天谁送我去玩 谁去送阿宝 反正我是没事的 我还要去送 我们也没什么事 赵府外传来一道 中气十足的喊声 阿宝 老爷买了一辆新马车 送你上学 一听这一话 阿宝眼睛一亮 熬熬的就朝外面跑了去 隔壁老月头买了新的马车 他不是整天钓鱼吗 就为了送一个娃 你们就闹出这么大动静来 阿宝坐马车走 那赵轩呢 赵轩怎么去 张叔 我骑马车去 明丞相家的那个小孩 今天时不时也要去找你 万事地方 我知道的 爷爷放心 说完 赵轩就出去骑马车了 赵轩离开以后 张将军看了看天色 想了想到 我得先走了 我得去接着跪了 给你带点饭吧 张将军在众人的注视下 重重地点了点脑袋 林兄 我得去找我妹妹去 跟我妹妹送吃的 你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 我倒要看看 你是如何安排一天的 他非要把赵轩给琢磨透了才行 然后他就跟着赵轩的脚步来到了小学堂这边 林志青就发现了那个穿着普通的胖团子圆滚滚的站在原地 一边摸索着肚子 一边嘟囔着什么 阿宝 赵轩喊了一声 阿宝默地回头 立即朝着他跑了过来 爷爷交代了 不能多吃 只有这么两块 阿宝立即很忽视地拿了过来 东西送完了 我们该走了 赵轩没有搭理他 而是朝着旁边的康康和大宝 招了招手 中午放学 你们俩跟着阿宝一起 老爷带我们去喝羊汤 两人齐齐地点头 大宝 康康 我们来分点心去 见此 赵轩这才带着林志青离开 真不明白 赵轩跟个老妈子有什么区别 还有赵阿宝那个小屁孩 上个学也能磕破衣服 还得让赵轩帮忙缝衣服 不是 那个胖端到底知不知道 他身上的衣服有多贵 他竟然穿着这样的衣服捉迷藏 都是身外之物 身外之物 你为何说得如此轻飘飘 赵轩没有再多解释 傍晚放学的时候 又是郑国公来接的娃 林家小子 你中午喝羊汤吐了 如今可缓过来了 我不像你们 竟然吃羊杂那种东西 我们今晚要去野炊 小子 你去吗 羊肉的伤味还在口腔里蔓延 林志青想了想 还是咬牙点头 一刻钟后 郑国公拉着一群孩子 到了一处河边 阿宝啊 你们再去搬点柴火过来 阿宝拉着大宝和康康就跑 但是看见林志青 懒散地靠在一边 他哼哧哼哧地就跑了过来 一脸正气地朝着林志青道 鱼哥哥 你也得去 我凭什么要去 那么脏 干活很脏吗 你干不干 你怎么说话呢 三个娃互相看了一眼 上 然后众人就看见三个娃 齐齐地朝着林志青涌了过去 林志青可不怕 他也是会点手脚功夫的 可真当打起来 他才发现自己毫无胜算 自己的两条腿 分别被一个娃给抱住了 阿宝那个胖堆 使就地扯他的裤子 他自顾不暇 眼瞅着自己的裤子 都要被扒下来了 他只得认输 你力气怎么这么大 不是我力气大 是兄弟心在一起 能断金子 是 这么笨 是兄弟齐心 齐力断金 你才笨呢 我爹爹说了 只要我明白什么意思就可以了 不一定都要背出来的 于哥哥 你有兄弟吗 我可没有 我爹娘救我一个儿子 也不会再生其他儿子 儿子越多 以后争家产 就越血腥 阿宝瞪大了眼睛 而林志青的矛头 也朝着阿宝指了过来 他们都是独生子吧 只有你 你和赵轩以后 说不定会为了赵家的财产 争破头 一旁的赵红也听见了这话 他没有插嘴 安静地看着自家胖闺女 要如何说 啊 于哥哥 那怎么办啊 你能把我哥哥塞回娘亲的肚肚里吗 你把我塞过去也可以的 没有人注意到 阿宝说赵轩是塞过去 说自己是塞过去 你要明白 他不是你哥 他以后可是你的竞争对手 他不是呢 我跟我哥哥情同手脚 一个人不可以没有手脚的 那你要如何证明 以后你和你哥不会大打出手啊 我为什么要证明啊 我爹爹说了 封建这种事情 你把眼睛弯出来就好了 你在说啥 林志青怀疑自己的耳朵了 阿宝一个深呼吸 下一秒 那于哥哥 你把眼睛弯出来就可以了 怎么光你爹说你爹说 你得会自己动脑袋 可惜我爹爹说的都是对的啊 我娘亲也说 我哥哥也说 我老爷爷说 我爷爷奶奶也说 我干娘 阿宝跟念经一样 嘚嘚嘚嘚的在林志青的耳边说着 林志青放弃挣扎了 高贵的丞相府的孙少爷 也开始跟着捡柴火了 只不过等到烤肉开吃的时候 林志青下意识地嘟囔道 为何没有人帮我切开 于哥哥 你拉爸爸也要人帮忙吗 你 你 林志青简直要崩溃了 赵恒他们带着孩子们在烤肉的时候 跪在宫门口的张将军刚准备起身 大太监已经拿着圣旨走了出来 张将军 华人有令 即日起你不再担任守城大将军 皇上拨了我的官职 从现在开始 我啥也不是 我没有用武之地了 天哪 皇上竟然不要我了 我的一腔热血 该往哪里撒呀 张将军一边走一边掉眼泪 年少从军 到头来 竟然落到这样的下场 相比较张将军的崩溃 张少叔却松了一口气 他也赶紧让管家去通知大压二压 明天可以自由了 完了 阿宝又挨打了 大宝 阿宝是不是挨打了 阿宝不是说他这次小烤烤得很好吗 阿宝烤得不错 就是 就是认字的那张卷子上 入了一滴油 夫子说 闻起来是一股子肉味 说阿宝又偷吃了 啊 谢谢 我再也不敢了 我不敢了 算了 一时半会儿结束不了 咱们先去吃面条子吧 四个娃就这样成群结伴的 去找李壮的摊子了 哎 你们等等我 赵家在收拾赵阿宝 他也不好一个人坐在那里吃饭 大压二压 介绍一下 这是鱼哥 鱼哥是林丞相的孙子 二压也不认生 鱼哥 你是不是特别爱吃鱼啊 这大压二压 应该就是张将军的两个儿子吧 几个娃就来到了李壮的摊子旁边坐了下来 梁康很是大气地给林志青 也点了一份面条子 阿宝没来 还打呢 李壮对此也见怪不怪了 也就不再问了 就在这时候 一个身形瘦弱的女子 背着一个包袱 浑身狼狈地朝着这边走了过来 大哥 敢问张将军张府是在这条街上吗 该如何走啊 李壮没有硬打 他很警惕 尤其是在杏花街 很多人都不怀好意 二压一听张将军 他刚要说话 嘴巴都被梁康给捂住了 梁康上下打量了一下这女子 你是谁啊 找张将军做什么 我哥跟张将军一起打过仗 不过他战死沙场了 我们家都死绝了 我只能来投奔张将军 你不会是来准备勾引张将军了吧 你这张脸擦一擦 瞧着也很不错 肯定是来给张叔叔当小妾的 你们看他的手指头 逃荒这么久的人 手指甲怎么会那么干净 你还是走吧 你这种人我都见过好几次了 我爹的两个姨娘都是这样上门的 要不然我们假装没看见 放他进张府 看看事情是不是这样发生的 也行 听我娘说 张叔叔也没什么钱 无敌也养不起小妾 张叔叔也不会跟我爹那样卖字画 估计是养不起的 潦倒的女人 以及两个鸭 一脸的懵逼 张将军的确没有钱 昨天来吃米还是赦账 要不然这样吧 我们把他卖到清河街 他这个样子 像是弹琴唱曲的 你那手指都翻过来 我瞧瞧 我看看有没有茧子 女人呆了一秒后 转头就跑 杏花街这群孩子都是些什么鬼 别让他跑了 我倒要看看 我猜测的对不对 林志青这话说出来以后 那个背着包袱的女人 跑得更快了 哪里像是好几天没吃饭的呀 梁康和大宝对视了一眼 两人嗖嗖地 朝着那个女人跑了过去 然后 林志青就瞪大眼睛 看着两个萝卜头 将这个狼狈的女人给 你们俩为何跑得那样快 因为我干爹经常带我们跑步啊 鱼哥说得不错 这人的手心确实有茧子 果然 手心有茧子 一看就是用惯乐器的 看吧 我说对了 这个女人一脸的骚气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些人我从小见多了 他爷爷很会脸财 但是不敬余色 所以很多人都会往他爹身上扑 我也见多了 你爹也是个奇葩 鱼哥 你爹是什么样的人 比我爹如何 半斤半两吧 用俗话说 我爹就是个天 大宝在这个时候 小声地说了一句 天 硬狗 林志青的表情就跟吃了屎一样 但是他也没有反驳 康康 这个女的眼睛都要瞪大得不行了 女人显然已经是一副崩溃的样子了 他不知道 几个丁点大的孩子 竟然能将自己看得这么透彻 也能那么理智地看清自己的爹 说吧 是谁派你来勾引张叔叔的 女人摇头 死活不开口 直接迈去清河街吧 说不定 他原本就是从那里出来的 我通知我爷爷的人 将他带去清河街 很快狼狈的女人就被带走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件事 林志青 获得了一些来自杏花街小孩的认可 鱼哥 你除了有点少爷病 人还不错 少爷病 对啊 这是要爷爷说的 要爷爷说不要有少爷病 别挑三拣四 没了爹娘 我们什么都不顺 林志青仿佛心口被扎了一件 几个娃回到赵府门口的时候 阿宝已经背着小布包站在那里了 孩子们 上车了 去书院的路上 梁康就将他们抓了一个女人的事情 告诉了郑国公 听说那个女人最终被林丞相府上的人带走了 郑国公意味深长地 朝着林志青道 你爷爷是京城出了名的猪霸皮 传说你们家的驴晚上都得干点活 杏花街的人说话怎么这么直接 鱼哥哥 那你们家的驴 岂不是很累吗 林志青已经后悔上这辆马车了 老爷中午来欠你们 我待会儿去抓鱼 中午回来吃全鱼宴 林志青刚要摇头 鱼哥哥 你要直面吃鱼 以前我不会游泳 我爹爹都把我们往河里扔 等你以后没有东西吃的时候 你就知道有鱼吃也可好了 可是算命地说 我不能接触鱼 鱼会成为我一辈子的恶吗 看看 那个话怎么说 怎么说的 就是 就是我们长大了 变成什么样的人 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 好像不太好记 我记不清了 我命由我不由天 孩子们 不必惧怕任何 大胆往前走 阿宝在一边嗷嗷地欢呼 林志青回味着这句话 久久没有说话 此时的林志青也没有想到 也就是吃鱼的这一天 夫子们宣布 明天书院就要停课了 大家可以回家准备过年了 只不过这天晚上 当他们成群结队地回到新花街的时候 远远地就瞧见一群小乞丐围住了张将军 赵轩 你身上带银子们 借我一下 张叔叔需要多少 那也越多越好 当他这话说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沉默了 鱼哥 你看见了吧 康康他爹是笨蛋 你爹是舔定狗 我爹是特别大的笨蛋 直到二鸭说话出声的时候 张将军这才发现了大鸭二鸭的身影 他一脸诧异地道 你们俩好了 张叔叔 刚才那么大老远我们走过来 你竟然才发现大鸭二鸭吗 还有 这群小乞丐是谁啊 亮康 你怎么说话呢 他们可不是小乞丐 他们的爹都跟我一起上过战场 如今沦落至此 我有义务要帮助他们 爹 你太笨了吧 他们肯定是假的 今天早上 还来了一个漂亮的女的找你呢 自从这次装病以后 大鸭二鸭对自家爹的印象 已经变成了笨蛋了 求求各位少爷救救我们吧 我们连饭都吃不上了 求求你们了 这群小孩年纪不大 应该也能卖个好价钱 确实 瞧着也不是特别瘦肉 应当可以卖个好价钱 赵萱是过过苦日子的 那时候眼里连光都没有 而不是像他们一样 虽然衣衫褴褴 但是眼睛泛着机灵的光 行了 我这就找人过来 全部带走 卖的钱咱们平分 如何 梁康和大鸭二鸭 顿时欢呼着赞同 哥哥 你们怎么看出来的呀 阿宝 你还记得刚见我的时候 我的样子吗 阿宝点了点头 他当然记得了 那你觉得 当时的我 跟现在的这群小孩 哪个更像是穷人 阿宝想了想 他觉得 他应该是明白了 即便这些小孩 都是苹果孩子 可有人用钱买通了他们 所以他们也觉得有利可图 因此 眼神瞧着 也是不一样的 他们不是好小孩 你瞧瞧你们啊 变成什么样子了 你们仗着家里有点钱 就这样欺负人啊 让吧 我身上也没有钱 这是我之前买的一把剑 不便宜 我去当 给你们钱 爹这不是笨吧 这不是蠢吗 你们不可以走 你们别逼我动手啊 张叔叔 你连大鸭二鸭和事 醒的都不管 反而要朝着我们刀剑相向 阿宝 让路宝 让张叔叔走吧 等他没了利用价值 自然不会有人找上门了 阿宝转头去看大鸭二鸭 哥 你看康康 爹不在家 他过得也挺好的 要不 咱也不要了 大鸭想了想 没有说话 但是已经给张将军 让出了位置 张叔叔 你卖完剑 不要忘了 也给李庄叔叔还账 张将军脚步一停顿 就带着一群 衣衫蓝绿的小孩 离开了 张将军离开以后 我们可以雇些人 也就找张叔叔要钱 这样还可以给他捞点钱 对吧 你有点损 鱼哥 我们彼此彼此 林志青白了他一眼 不远处 林丞相和管家 看着这一幕 老爷 老奴好似还是第一次看见 小少爷这样欢快 看来这一步棋是走对了 希望这段时间 他能学到点东西 免得日后活不下去 姐姐 我放假了 我不用再上学了 阿宝一回到家就嗷嗷地喊着 整个府里都听见了动静 阿宝是不是不知道啊 要不然先去吃饭吧 免得阿宝待会儿吃不下饭去 老药王赞同地点头 林世青瞅着这老夫妻俩嘀嘀咕咕的模样 他疑惑地朝着赵轩问道 你爷爷奶奶怎么回事 怎么看着像是不怀好意 赵轩没有搭理他 阿宝 我听我爷爷说 你明天要来我家补课了 阿宝的嘴里老大 还没有来得及收回来呢 乍然听见二鸭这话 他一脸惊呆地回头看向二鸭 你还不知道 我爷爷说了 康康和大宝大喜都来 鱼哥也来 我爷爷说 鱼哥爷爷已经给鱼哥交钱了 要奶奶 你今天有没有做地瓜饼啊 二鸭喊完这个消息 就凑到了宋氏的旁边 宋氏看了看旁边快要哭出来的阿宝 又看了看眼巴巴瞅着自己的二鸭 他只得起身去给二鸭拿饼吃 这个二鸭呀 主三 张将军在外求见 爹爹不要见 不见不见 张叔叔把买的剑都卖了 不要剑他 赵航 大鸭在外面跟张将军闹起来了 你不是我爹 我不要你 你再说一遍 你把大鸭放下来 阿宝看见这一幕 他直直地朝着张将军冲了过去 阿宝的力气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愣是被阿宝给撞得往后一个猎牵 你为什么要打大鸭 为什么 你不是大鸭的爹爹吗 爹爹不应该很喜欢自己的小孩吗 跟我爹爹一样 对上阿宝那清澈的眼睛 他看着被自己举在那里的大鸭 最终还是将大鸭给放了下来 张将军闹出这么大动静 所为何事啊 倘若将军是来借钱的 那我们无钱可借 不过 我倒是有个主意 可以为将军解忧 将军来救助那些人只是杯水车薪 还不如去跪求皇上 让朝廷拨款 将军觉得呢 张将军一听这话 眼睛一亮 迅速地转身离开了 坐在宫里的裴文帝 表示真是晦气啊 给朝廷银两简单 可想要从朝廷的嘴里挖出银钱来 那简直是难于登天 张将军不清楚 他就一直跪 早上跪了中午跪 可把裴文帝给恶行得不行 吩咐下去 让那些老弱妇孺都收手 别再去找他要钱了 免得再刺激这头蠢驴 再来跪着要钱 是 话再说回阿宝这边 阿宝刚想美滋滋地睡懒觉 人又被赵衡给喊了起来 去张府补课 你们上午去 下午回来 咱们一起做炸油饼 有这种事吸引着 阿宝到底还是被赵衡带着去了张府 只不过在张府门口的时候 他们又跟张将军见面了 赵衡 不信了 自从我昨日去贵国以后 那些孩子们再也没有找来 应当是收到了朝廷给的补助 张将军主动跟赵衡道谢 觉得赵衡给他出的主意很好 阿宝哼了一声 不搭理张将军 因为张叔叔不是一个好爹爹 你怎知是朝廷发了补助啊 你亲眼瞧见那些孩子们收了银子了吗 万一是宫里有人 暗中把他们杀了 这样你就不会再去宫门口闹了 我竟没有想到还有这种情况 我这就去再跪 张将军着急地快步朝着皇宫的方向赶了过去 皇上 张将军又在宫门口跪着 说一定要宫中给一个说法 是不是将那些要钱的孩子给杀害了 找张尚书进宫 立刻 马上 张尚书原本正在给孩子们讲书呢 接到圣旨以后 只得进宫 哦 大爷 我们是不是不用上课了 赵阿宝 你要是不想屁股开花 就给我麻烈地坐下 宫里 裴文帝看着跪在地上的张尚书 你刚才说什么 皇上 请您饶了犬子吧 他如今无官无职 脑袋也蠢笨 老臣也已慕念 只想一家人团聚在一起 绝不会掺和朝中之事 请皇上饶了他 那你敢保证 他不会再隔三差五地来宫门口下跪 你们当真以为 朕不敢要了他的脑袋 皇上 他一枪支撑 只要您饶了他 老臣保证 他永远不会再来宫门口闹事 良久 裴文帝终于点了点头 确实是个蠢材 没有必要再折腾了 张尚书前前后后也就半个时辰 等他回来的时候 就看见其他孩子都安静地坐在那里 只有阿宝笔直地站着 小脸憋得通红 阿宝这是怎么了 坐下 我们继续讲书 张爷爷 你还是自己来看吧 张尚书抬脚走了过去 就看见阿宝的凳子上 直直地插着一把小匕首 跟爹种的 真是小刀划屁股 开眼了 张尚书深深地看了一眼 拿到插在凳子上的小匕首 最后也只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他避开了阿宝 那可怜巴巴的眼神 自顾自地去讲书了 林志青跟着赵轩坐在后面 起初林志青是有些怀疑的 因为他觉得这是张尚书在教小孩 自己可是跟大孩子一样了 可是当张尚书让他们放下书本 跟着出去的时候 他终于察觉到了不对 张尚书显然不是一个能坐得住的夫子 他会带着孩子们走遍大街小巷 通过真实的走访去告诉孩子们 什么是百姓们的艰辛 什么叫知乌漏者在雨下 知证诗者在田野 就连阿宝 在跟着转了几天后 都对一些诗有了更深的了解 丑什么 不想吃了 李李姐辛苦 哎哟 阿宝今天有点厉害 真让人是刮目相看哪 阿宝黑黑地笑了一声 这才开始埋头干饭 少爷以前不是从来不是这些菜饼子的吗 今天怎么也吃了一个呀 姚爷爷 你也应当对我刮目相看吧 那天炸油饼 我也下手炸了 今天下午你们还去张府吗 今天下午干爷爷带我们去卖炭的 去吧 没想到老张头竟然还有两把刷子 阿宝听听 你爷爷说话多酸呢 阿宝听不明白奶奶的话 他就努着小鼻子凑到了老药王的身边 努力地嗅着 可是始终都没有闻到酸溜溜的味道 没有啊 没有酸溜溜的味道啊 一桌子人全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腊月二十这天 是林志卿要离开赵家的日子 管家来接他的时候 林志卿一脸的不情愿 管家你跟爷爷说说 小年我再回去吧 小少爷 老爷说了 今天必须回 有要事 林志卿无奈 他已经对赵府 对星花街生出了留恋的想法 管家爷爷 我爹爹说等于哥哥吃完中午饭再回家 你待会儿再来接他吧 管家朝着前方的花厅看了过去 就瞧见一道奇长的身影站在那里 不是赵恒还是谁呢 对对 吃完午饭再走 说着 他扯着阿宝就朝着小花厅跑了过去 花厅里 林志卿发现今天的午饭似乎比平常隆重了许多 爷爷 有我爱吃的小丸子吗 有偶片吗 当然了 我奶奶亲自做的 鱼哥 等你回来后 我们会去丞相府找你玩的 要爷爷说 你爷爷说要带你出远门 林志卿这才记起来 爷爷确实说过 今年好像要回趟老家的 志卿啊 你是个不错的孩子 这荷包里啊 是一些比较好的菜种子 回老家的话 可以当礼物送给老家的亲戚们 林志卿点头 好啦 该吃饭了吧 于是 一堆人吵吵闹闹的就开始吃了起来 鱼哥哥 等你从老家回来 我们去找你玩玩 林志卿重重地点头 管家拉着马车走到新花街街口的时候 突然被李壮给叫住了 林少爷 这是我娘子做的烟蒜 你要是不嫌弃 就拿回去吃 这要是放在往常 林志卿连看都不会看的 可是今天 他很感激地抱在了怀里 那月二十三 小年 京城下了一场大雪 也就是在这一天 在京城屹立了二十年的林丞相府被查抄 罪名是卖官欲绝 鉴于林丞相将几十年所得全都献于皇上 林志卿的父母死罪 林志卿和林丞相免于死罪 爷孙俩被流放西北 赵府 听说是这个林丞相主动跟朝廷自首的 而且听说献出去的银两数目庞大 甚至补了国库的亏空 所以才免了死罪 阿宋孩子过来的时候吧 想必已经有了这个想法 怕他自负又懦弱 以后活不下去 阿宝靠在宋氏的腿边 他听不太懂 只知道于哥哥要去一个很坡的村子里生活了 跟他们家以前一样 姐姐 给于哥哥 肩外 茫茫大雪 身形单薄的小少年林志卿 见到了赵府那个叫做毛十三的暗卫 这是我家大小姐 让属下交给你的 大小姐给了一把 但是主子说林少爷应该不会全要 只留了这些 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见吧 老夫人给的菜种子 少爷爷请好好地利用 我知道 帮我谢过他们 哎呀 是爷爷害了你 爷爷不该纵容你爹娘卖官欲绝 林志卿没有说话 只是将一罐子烟蒜拿了出来 朝着林丞相问道 爷爷 烟蒜 吃不吃 啊 吃 吃 这味道瞧着应当就不错 就在小年后的第二天 赵恒收到了消息 江亭一行人几经波折 终于到了京城 娘亲 这么早 去哪里啊 去宫里 一听要去宫里 阿宝直接没了精神 他不喜欢去宫里 他要接着睡觉 阿宝 阿宝开醒醒 我们要去接阿婷了 阿婷是谁啊 你的阿婷哥哥呀 你忘了 只记得小肉干了吗 听见小肉干 一个模糊的身影 才逐渐地出现在阿宝的脑海里 赵伯伯 让你大哥给你换身衣服 阿婷 好久不见 换身衣服才进宫 就在赵轩帮忙给他换衣服的时候 阿婷 你奶奶坐的 躺着啊 免得去宫里饿肚子啊 宫里可不是人呆的地方 江亭笑 只是还没等到接过那肉饼呢 一个胖乎乎的小爪爪 也有样学样地伸了进来 小哥哥 我要肉饼 待会儿再吃 先让他吃完饭 老药王直接把阿宝的手给拍开了 至此 萦绕在江亭心头的担心 完全消散了 还是熟悉的人 沈正就眼睁睁地看着几分钟后 一个穿着崭新 发迹整齐干净的小主子 他还很斯文地在啃肉饼 你是我们阿亭的护卫师吧 你也是一个自家做的 宋侍也在这时候朝着沈正递了一个肉饼 大太监无语地看着这一切 他走上前 朗声道 请北周王入宫觐见 知道了 知道了 你没看孩子才多大呀 千里迢迢的 饭都不让人吃一口 传出去还以为你们宫里虐待人呢 阿亭啊 爷爷还给你带了菜饼 也吃一口啊 这宫里可是不管饭的 娘的 你养什么呀 小哥哥 还有果果 对了 汤婆子也带一个 我瞧你手上都生动疮了 进宫快去快回 我们在宫门口等你 晚上啊 咱们回家吃锅子 我喜欢吃锅子 请北周王入宫觐见 大太监不耐烦地又喊了一声 下一秒 一个苹果糊 清准地扔到了大太监的嘴里 咱娘的哪个缺德呢 姐姐 你之前不是说要享受享受缺德 享受缺德人生 那这个公公为什么卖人缺德啊 想不到赵将军背后里这样教育孩子 如此教育 就是树苗也得弯了 哎哟 您了在说什么笑话呀 这论缺德 公公也是一把好手啊 赵某自愧不如 自愧不如啊 姐姐 赵某是谁 赵某 哎呀 你们别催了 她才多大的孩子 让人吃个饱饭又如何呢 孩子 被周沈家多么难啃的一块骨头 姓沈的死之前费了那么大力气 给一个娃整了个北州王的称号 谁还敢说这个娃是个普通的小孩 从北州到京城千里迢迢 宫中派了多少人暗杀 虽说沈家的暗卫几乎都被解决了 但是赵恒这个老狐狸竟然暗中派人支援 以至于这个孩子还是活着来到了京城 别怕 我们就在宫门口等着你 要是有人敢动心思 咱们也能救你出来 姐姐 你和公公 他们不会缺德吧 你才缺德呢 你们全家都缺德 哎呀 不会的 不会的 他们要是把阿婷留在宫里边 咱们就跟你张叔叔学 哎 常跪不起 要是赵家这么大一群人跪在宫门口 皇上的头疾估计得加重了 会去 大太监暗自骂了一句 快步带着人进了宫门 大太监他们离开以后 阿宝坐在马车的前板上 他晃着小短腿 继续朝着赵恒问道 爹爹 我们真的要跪吗 你不是说小孩腿下有金子吗 跪什么跪呀 我让你上学的时候 你怎么没这么听话 爹爹真凶 我今天不让你当我爹爹了 阿宝瞪了赵恒一眼 哼了一声 赵恒也就失去了一天的当爹权 我今天要吃锅子 要吃肉肉 还要吃假的肉 还要喝 赵恒看了他一眼 没说话 任由他嘚啵嘚的 自顾自的说着 阿婷这次 能在这里待多久啊 最晚原消解 阿婷早些返回 有些人呢 也好早些 在他返程的路上动手 这孩子能不能安全回到北州 都是问题 真不要脸呢 这些人 竟然连一个孩子也不放过 不过 北州那边是家大业大 他们会听从阿婷的吗 阿婷在北州的日子 会不会过得艰难呢 那边的人还算忠心 说起来 阿宝他灵异也没回来 留在北州对他来说 是最好的选择 若是长途跋涉 他或许经不住那么多暗杀 我知道 阿姨 姨给我的大口袋好看 还戴耳朵 娘亲给我缝的都露钱 哥哥缝的也不露钱 爹爹没缝过 阿宝嘚啪啪的又开始说话 王川娘侧身 假装没有听见 也就是在这时候 姜亭带着沈正 被一群人给呼送了出来 远远的 阿宝就看见了 姜亭通红的眼圈 小哥哥 谁欺负你了 你怎么哭了 没事 阿宝立即瞪眼 看向一旁的大太监 公公 你们怎么欺负小孩啊 你们 你们缺德 哎呦 老奴可不敢啊 分明是北州王在宫里 哭了一上午 皇上什么都没问 他就开始哭 听见这话 一旁的姜亭又开始哭了起来 显得人更加的可怜了 大太监一听 立即带着人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真造心啊 这孩子是真能哭 那哭得皇上头疾都犯了 从皇公回兴华街的路上 又是你给出的主意 对不对啊 小孩子哭很正常 别解释了 肯定就是你 怂恿着阿婷一直哭 所以啊 皇上才嫌烦 哎 就放了阿婷 不过说实话 我们阿宝哭起来更好 是吧阿宝 爷爷 让我哭可以 但是我要收钱的 我要一百个铜板 哎呦 阿宝啊 出息了 还涨价了呢 以前在村里 可不是这个价钱呢 我长大了 哭得比之前更大声 所以要收更多的铜板 你个财迷 我问你啊 要是有人给了你一个金钉 让你跟他走 你走不走啊 我不跟不认识的人走 嘿嘿 不错不错 小哥哥 你在北州也要上学吗 从早到晚 我也是 当小孩真难玩 我想跟爷爷一样 当老头 老药王伸手捏了捏他的腮帮子 没好气地问道 当什么老头 嗯 老正好 知道小人身真相的赵家人 无奈地服额 那是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别小看老头 好不好 小哥哥 你在北州的家里 和老头吗 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并没有让江婷觉得心烦 反而又将他拉回了 在村里的日子 所以等回到赵家的时候 阿宝已经一口一个小哥哥了 这个江婷笨不笨啊 太笨的话 咱们不能跟他玩 唉 亲爱的儿子 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数啊 笨的到底是谁啊 你们一群也不是聪明蛋呢 阿婷可聪明了 读书最好了 比我聪明 也比阿宝聪明 阿婷是我们村最聪明的小孩 看在他这么聪明的份上 我们以后带他玩吧 听说 那孩子如今无父无母 你们要对他热情一些 友好一些 也不要提这些事 记住了吗 大鸭和二鸭率先点头 那就这样说好了 咱们待会儿在赶爹家门口集合 赵府门口 江婷从马车上下来的时候 就看见赵府的门口 排排站了五个小男孩 欢迎来到兴华街 江婷下意识地回头 要去看赵萱的方向 除了大宝和大喜 这三个小男孩 他并不认识 邀爷爷 今天中午吃锅子是不是 我们也带了好多吃的来 走吧走吧 说这话的时候 梁康都不等江婷说什么 拉着江婷就敬了赵府 阿宝 你也快点跑啊 我娘给我带的新鲜的蒸糕 别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 阿宝胖乎乎地一坨 哼哧哧地跟在后面 这群孩子最近是不是 又去哪里学了些骂人的话 见江婷的性格有些内敛 你快吃啊 这家蒸糕可好吃了 阿宝都已经吃了好几个了 江婷道谢 这才拿起来一块 江婷吃东西也是慢条斯理的 梁康以为他还是拘谨 唉 要是我爹那些姨娘还在就好了 我可以带你去看热闹 但是我爹现在正在守坟 姨娘们也都走了 江婷 你要看爹吗 我爷爷说我爹挺笨的 你可以来我家看我爹 是吧 哥 我爹应该是姓花街最笨的爹 就这样 江婷就被这几个小孩 迅速地拉入了自己的阵营 阿婷 今晚你和我们一起去 康康家睡觉吧 康康家的炕 比大宝家的大 去吧 会有安慰守着 安全 我们家也有安慰的 来我家睡觉 你们都去玩 我也要去跟干娘一起 阿宝可不想被落下 张爷爷说明天还要带我们出去 阿婷你一起来吧 张爷爷肯定会喜欢你的 大鸭二鸭在一旁疯狂地点头 行了 这才中午呢 你们就把明天的事都安排好了 快点吃饭 老鸭王在一旁招呼几个孩子们 至于大人们 则是在讨论筹备过年的事情 我定了清河街的位置 那天晚上有烟花 可是花了大价钱啊 到时候带孩子们去 行 但是年夜饭还是得在家里吃 吃完饭再去看烟花 那当然 咱们一家人肯定要在一起吃年夜饭的 我们也是一家人 我们请偷手脚 一群小孩们也勾肩搭背 一时之间 屋子里毫不热闹 下午梁家 见梁康火急火燎地跑了过来 康康 怎么了 娘 你们快去看看 阿婷睡着了一直觉不醒 但是鼻子还有出气 不必惊慌 这孩子想必是一路上没睡个葫芦觉 上他睡吧 没事的 这孩子从北周来 千里迢迢要躲避各种袭击 想必是心里焦脆 先回去吧 照顾好他 梁康点头 这才拉着跟着跑过来的阿宝就跑了回去 姜婷这一睡就从下午一直睡到了晚上 等他睁开眼睛的时候 就看见一张胖乎乎的小脸蛋 那双葡萄般的大眼睛在仔细地盯着自己 小哥哥 你是猪吗 这么难睡 梁康始终记得自己娘亲提醒的 阿婷很可怜 一定要对他好 阿宝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甘娘说阿婷是因为路上太累了 再说了 咱们几个现在救你最像猪仔 阿宝一屁股坐在炕上 瞪了一眼康康 不是吧 但我不是猪仔 我听我爹说 我们家的猪很快就要生子了 真的吗真的吗 我让我娘去买一个 我也要养一只 阿婷你要不要 给你也养一只 等你带回北州 姜婷被几双干净清澈的目光盯着 竟然也忍不住地点了点头 康康 我们今天晚上去什么啊 我娘让后厨准备了一大桌子菜 有我们爱吃的蹄花 还有几道北州菜 这天晚上 所有的孩子都住在了梁府 第二天一大早 在梁康的大令下 一群娃浩浩荡荡地 朝着李壮的摊子走了过去 李壮叔叔 这是阿婷 是我们的新伙伴 你给他来一碗大的面条子 加块靶子肉 李壮叔叔 我也要吃靶子肉 不行啊阿宝 你爹交代了 这些天不让你吃靶子肉 你爷爷说你去年过年的时候 哼了五斤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春节 李壮也收到了赵家的叮嘱 阿宝眼巴巴地 瞅向了其他的小伙伴 期待他们也能分自己一块 大家都摇头 只有江婷在点头 别给他吃 别给他吃 在阿宝愤恨的目光中 几个娃吃了早饭 就又浩浩荡荡地 去张家找张尚书了 孩子们 今天我们要去清河街 几个娃都瞪大了眼睛 阿宝又想起了清河街的点心 他眼睛亮亮地 盯着张尚书 江婷瞅见这几个人 这样的反应 心中猜测 这清河街 月末是一个比较好玩的地方 抱着这样的疑惑 江婷跟着张府的马车 晃晃悠悠地来到了清河街 一路上 热心的梁康 一直在给江婷解释 之前清河街就是 就是有点像烟花柳像 不过赶爹之前 经常带阿宝来买点心 以至于很多大人 也跟风带小孩来买 所以逐渐的就变了味 是吧张爷爷 张尚书点头 爷爷 我们今天来学什么啊 伤女不知王国恨 隔江游唱后听花 伯秦淮 阿婷不错 可还知其他 梨花似雪 草如烟 春在秦淮 两岸边 张尚书点头 视线又看向其他娃娃们 张爷爷 是金陵的秦淮河吗 我爹之前跟我说过 说金陵的秦淮河 比京城的清河街还好玩 姑娘们也都很好看 让我以后长大去看 张尚书无语地服额 你爹真会说 我不知道秦淮河 但是 但是我知道清河街 有家秦淮人家 做的鸭子可好吃了 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 我也吃过 很好吃 眼瞅着话题要被带跑偏了 张尚书赶紧打开马车的窗户 分散孩子们的注意力 结果一开窗 阿宝半个身子都要趴出去了 小哥哥 这家的米花可好吃了 这家的肉又好吃 这家的茶叶煮蛋好吃 还有这家的 张尚书闭上了眼睛 假装自己什么也没有听见 也没有看见 沈正跟在毛十三的身后 瞧见张尚书带着一群娃娃进去听取了 他诧异地指着那地方 朝着毛十三问道 那是小孩子该去的地方吗 那里又不是乌烟瘴气的地方 小孩当然能去了 我们大小姐没上学的时候 一天能去两趟呢 那家糕点确实好吃 哥请你吃吧 人怪好的嘞 来到京城的这几天 江亭被几个孩子带着 很快就融入到了这里欢快的生活节奏中 瞧着跟一个寻常的小孩没什么不同 赵府前院里 不让阿婷学点什么吗 整天跟着阿宝他们疯玩 等过完年呢 我就再教阿婷学几个方子 他在北州没办法当一个孩子 只能日复一日的拼命 在京城就让他做几天小孩吧 如果以后遇到难过的事 想想这些开心的回忆 也能撑下来的 我和阿亨小的时候过得太惨 好在有彼此 也算是撑过了后来那么艰难的日子